坐下来握手握手握手来 所长一下指令警犬拉不拉多犬AD就马上配合 相当听话AD在台湾派出所待了八年 跟警员的关系都相当亲密 考虑到近期因为寒流不断加上日夜温差大 警员生怕AD感冒 还替他穿上了大红色的同名外衣 模样相当可爱 因为今年的那个天气特别寒冷 那个霸王级的冷气团一直燃下 我们想说ADY平常的部分都 蛮认真的跟我们知情的 所以想说我们人都会冷的 所以特区去买衣服给他穿 我老婆网路上看到刚刚有我的衣服 它是比较大平常买不到 就上网去看他买的 那个番茄小番茄就喜欢吃了 带着AD到附近逛逛 周遭居民连AD爱吃什么都相当了解 而平日固定一小时的散步时间 是副所长帮助AD减肥的运动 他笑说因为AD淘喜的模样 每次游客或居民遇到他都会拼命喂食 也造就了AD这身厚实的身材 跟一般的民众来等于说做一个交友 那我觉得这样很好 很深入我们老百姓的那种民心 我觉得说他很和蔼可亲 然后警犬又可以带出来给大家看 不过养得太胖一点 派出所表示AD原先从海关企图犬 因缘际会到这里已经八年 和大家关系就像是一家人 出来散步也拉近了几名之间的感情 派出所表示 欢迎民众来和吉祥物AD拍照 但也不要擅自喂食 以免一番好意 反而影响到了AD的健康 记者烂外台中采访报导 请报告